哈喽大家好我是日日 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讲关于夏天的话题 在炎炎夏日呢还有没有除了空调以外 可以给你的身心带来清凉感的小物呢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 关于能在夏天给你带来清凉感的小物的视频啦 那么这些小物呢包括了 从视觉上面给人带来清凉感的东西 和在身体上面给人带来清凉感的小东西 那我们开始吧 那么首先呢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很多人家里都会有的 特别是学生党 就是教室里面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 可能都会人手背一个吧 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小风扇 因为我经常需要出去外拍嘛 然后外面呢又没有空调又没有电扇 我就会带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还是折叠式的 特别的方便收纳 然后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用来搭配这个小电扇 在外拍的时候使用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六神的净凉提神花露水 这个应该好多人都有所耳闻吧 就是有一个小林的清凉喷雾 这个呢就是跟小林的清凉喷雾效果非常非常像的一个小东西 而且它的性价比呢比小林的清凉喷雾更高 它更便宜 第二件小东西呢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冰凉座垫 然后它的里面是这种这种胶质的 这个胶质里面还有一个一个的小星星特别的好看 然后我平时需要坐在凳子上面的时间比较久嘛 因为要剪视频压什么的 所以凳子太硬的话我就会配一个坐垫 那么这种毛茸茸的坐垫在冬天来说还比较好一点 但在夏天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我是直接把它叠在了我平时在用的那个屁垫上面用的 就会非常的凉爽 然后第三件小物呢 是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小物啦 就是 叹叹 就是这个瓷色的指甲油 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特别的精致 然后作为颜控的我一下子把持不住就把它买了下来 然后打开里面呢是这样三瓶指甲油 这三瓶指甲油都是这种瓷色系的指甲油 在夏天看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有清凉的感觉 然后这三瓶指甲油呢虽然它的颜色都是蓝色系的 乍一看颜色都差不多 但是仔细的看它还是有很微妙的一个变化的 就特别的说我这种少女心啦 而且它这个甲油的包装非常的好看 特别的简约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指甲油的一个点呢 就是它是没有任何刺激性的味道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温和 而且这个是可锅甲油 就是你可以不用卸妆精就可以把它撕下来的 作为强迫症呢我也是一本满足啦 然后今天我手上涂的就是他们家这一瓶的颜色 下面这些呢依然是跟夏天毫无关系 但是是我亲戚非常喜欢的一些小饰品 那么说到夏天呢 我总是会联想到波光淋淋的水面 和正在融化的带着小水珠的冰块 那今天的这几件小视频呢 就是跟这些有关啦 首先呢是一个我在逛街的时候 在三福买的一对小耳钉 然后这对耳钉是这样的 是一个小猩猩的设计 然后这个小猩猩里面还有透明的碎钻 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像小冰块 接下来呢是这个 这个也是一对耳钉 然后这个耳钉呢我是在 这个店名太长了我要打字幕的店里面买的 这个小耳钉是这样的 像不像水波淋淋的水面 还有这一对也是一个这样的色系的 然后是小贝壳的更加有夏天感啊 最后呢是这一个头神 这一个头神也是这种人鱼鸡色的 然后我就感觉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清凉感的小东西 然后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了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特别有夏天感的小东西呀 或者是特别有夏天感的视频呀 可以在评论里面按例给我呦 然后这期视频呢 我会在微博里面转发抽一位幸运鹅 送一套这个瓷色甲油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